毛泽东诗词讲江山 都讲指点江山积阳文字 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或者说你看三国志讲各去江山 那个拓土万里 白花亭讲定江山按设计 或者说唐说的打江山做江山 都讲的是一个皇帝 一个皇族拥有的附属物 这个地方就等于说 他把江山这个词拿下来 这个地方是完全是违背 他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基本的想法的 因为很简单 最后是没有国家的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 最后的梦想 那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是化地为王 不只是占山为王 当三大王 而是化地为王当江山王 那这种想法来讲 就把中共的政权看入到 在中国历史上 历代的专政的王朝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他的独裁的程度 极权的程度 远远超过当时的 极代的王朝 各个王朝都有王刚 那他们每一个 王刚都要去守的 但共产党是什么都不怕的 天不怕地不怕 与天斗其乐无穷 所以你看得到 这个红色江山 基本上就共产党的一个竞争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 习近平是倒退到 一个毛泽东时期的一个升级版 因为在毛泽东时期 没有这么多现代的科技 没有这么多的那个小眼睛 小耳朵 那现在所有的通讯科技 可以这样子 可以做精致的极权主义 那精致极权主义 当然会影响到普通老百姓 那红色江山 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呢 是可以说主奴的关系 那有很多人甘愿为奴 那我没办法说了 但是我很肯定是 有一部分的民众 希望说脱离这个江山的管辖 享有民主自由的空气 那这些就跟政权处于 对立的关系 那这种对立关系 现在慢慢的滋涨 而这个滋涨的速度 随着经济的一个衰退 会慢慢的增加 所以我看 以江山来看待人 就把人不看着是人 人本身不是一个目的 人本身就是一个工具 去实现独裁者 统治者本身的野心跟图谋 这种想法 正是现在中共一党独裁的 癌症的重心的极权 那同时也要说 红色江山就是人民 这个地方当然是自相矛盾的 那很简单 人民不满意你的时候 是否可以不要你来 他永远都说 我永远为人民 人民永远服从于我 忠于我 甚至把宪法的第一条修成是 中国共产党就永远 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 可见他根本不把人民 看成是服务的对象 也不是为人民服务 他基本上要人民 永远的为他服务 这个就是共产党的本质 那如果说 大家听他花言巧语 那不看看中共 这么多年来的历史 就非常差了 那很多人说 人民都有饭吃 都比以前过得好 但是你知道说 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也可以过得很好的 但却没有自由 却没有责任 却没有荣誉 却没有尊严 那中国人是不是要 长期处于 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每一个 中国人自己的抉择 当然是肯定的 大家看看新华社 发的这篇文章 他在第19段里面的讲说 在2019年5月的时候 习近平讲说 我们正面临着 一系列重大的挑战 重大的风险 重大的阻力 重大的矛盾的 兼具考验 那这个说法来讲 是非常讲得白了 他就是认为 长期统治受到了 某种威胁 那这个威胁是讲什么呢 就很简单 从2019年的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到那个看 2020年台湾的选举 也不是投给 那个中共所喜欢的候选人 等等 你都看得到 这一些系列事情 已经开始在边陲地带 开始出现被返 加上这些东西 会辐射得到 整个国家的民意 那他也怕民变会士气 那加上你看得到 疫情 还有那个美中的贸易战 导致说中国的经济千仓百孔 出口外贸非常差 那这个以出口为引擎的中国经济 没有办法再延烧下去的时候 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就是很多人就闷烧的状态 就在很多的通货膨胀 闷着不讲 工人的事业 闷着不讲 老年化的问题 闷着不讲 结果是整个地方 等待一个时间来炸开锅 那这个情况会随着 美国跟欧洲继续围堵中国 这个情况只会越演越烈 看到到美国对华为中心 甚至是自己跳动 都没有松绑的一个嫌疑 而且继续有关的制裁 那这个看得到 天下为中 天下为共的整个局势 都已经铺开了 这个情况 他还能不担心吗 那大家知道 刚愿讲到 二十大明年就召开了 他现在怕得要命 会不会说三年霸 永续 拥抱天下 就要看未来的情况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要支开 大家看得到很多的痕迹 他希望永远保护自己的江山 对刘鹤的态度 对胡春华的态度 等等等等 都是拉一派 打一派 各种东西你都看得到 威胁始终存在 长期统治不能存续 所以他不断鼓动的是 大家加强红色教育 穷的 慌的 只剩下 只空喊革命力 理想高于天 什么敌人 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绝不能 那个 动摇我们的信仰 甚至说 死到阴间不返水 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这种情况 已经到了像 清末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当时所说的那一番话一样 到了强弩之末 当然 他的反抗力 他的蛮力会很大 所以现在看得到 他现在 正在受到很大的考验 这个是 在胡 在那个邓小平 那个江泽民 跟胡锦涛时期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一个严峻的考验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现在习近平 要面对的内外教困的情况 但这个超稳定的结构 我觉得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退而不崩 但是一旦崩的时候 会非常轰然 一想 大家才会猛然醒悟 那我希望大家 有这个预先的准备 我希望谎言跟那一种威吓 来逼人家就范 那当然有若干的人 真的是幸福的 看到很多小粉红 都是心悦惩服的 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 但是也不能否定的 是很多人都是做嘴皮功夫 都是说你说一套 我做一套 大家知道说 他讲的那些东西 都是老年的事情 那些年轻人 没有出生面对的事情 这个是跟他们的距离感太大了 从富平西白波 那个延安 景江 他们讲的每一个故事 都是他跟他的爸爸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你只要他讲这些东西 对我来讲 就好像讲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这个神话故事一样 只要翻墙到外面 一戳几破 什么军使馆 革命博物馆 经验馆 党使馆 烈士灵园 讲什么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 根据力的故事 英雄烈士的故事 通通都一戳几破 因为这些都是笑话 谎言 神话 故事 杜撰出来的东西 九成九都是杜撰 剩下对的 可能只是中国 有这样的一个地名而已 其他讲的东西都是假的 因为共产党起家 就是当年的共产国际的 一个卵意的一个傀儡 所做的东西 就是烧杀抢掠 到处的这样子 迫害人家的家庭 所以你看 如果大家能够看懂了 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假话 轻则行李如鱼 你说的 我就说一遍 地级红高级黑 梦过去就算 不好意思的 就到外面去放言高论 你看前前后后 有多少的学生 跑到自由空气下 他们都愿意去讲多些话 但当然他们的家人 在中国也受到很多的显见 大家清楚 所以这些谎言 不能够永远绑下去的 因为很清楚的一点 林肯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可以骗所有 暂时骗所有人 也可以永久地骗一部分的人 但从来不可能永久地骗所有的人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一点 因为这个正是现在中共面对的一个两难的情况 所以这个红色记忆 当然能传一部分 不能传一部分 但在历史的场合里面 必定会灰灰灰灭 当然不可能有永恒的事情 除了上帝是永恒之外 人类所有东西都是有实现的 这个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实现 每一个政权都有实现 无论是多么的民主的那个政体 都会有实现 只有始就有终 这个是肯定的事 那你说习近平跟中共会做得到吗 我觉得很难 刚刚我说过林肯的灵言 可以再说一遍 一个人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 也可以永久欺骗一部分人 但却不能永久欺骗所有人 中共跟习近平能做到 这个永保红色江山吗 历史都告诉你 共产政权是脆弱的 因为极权跟专制 就是靠暴力跟谎言来去巩固 本来就很难 所以你看得到罗马尼亚 你看到那个苏联 你看到各个古巴等等政权 都面临了变动 就算你看缅甸 都经历了多少的政变 所以现在刚刚说到 我也同意 明变的机会不大 政变的机会比较高 政变之后会不会有彩虹 会不会有明天 会不会有缤纷灿烂的前程 不在意 不在乎当权者是谁 而是人民的素质 更简单的 是不是人民 是公民的素质 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重点 如果公民社会 就是被习近平一刻的 踩掉 扼杀 任由他讲的四个意思 四个自信 跟两个违顾 继续深交成上 结果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抵御 所以中国公民本身的觉醒 怎么样去尊重自己的自由 也要负自由伴随的责任 这是最重要的事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